大家都知道音乐无秀编和陈一鸣的世界,很多关于他的节目和作品,分分都是对了不小的影响。 去小编达久到音乐这件事之前,在1月23日上用的电影《情圣爱》被宣布临时确诞,不知所踪。 这是一方面还有2月5日的某二世春晚中,也是展现了节目组关键人员的辟图神迹。 表面上看得出什么破绽,细心的网友还是看到后面的背景,已是玄决不适的画面了。 而且后期连无秀编的台词都被辟掉,娱乐圈是必要无秀编在节目上消失了。 之后又是综艺节目《王牌对王牌》的首歌上,无秀编上演了被辟掉的惨事。 在最新的一期王牌对王牌的节目预告中,旺区下落变名的《情圣爱》剧组又出现了。 节目后期将再次盛演辟图神迹,无秀编无辟的尊友全宜。 显然在预告当中,并没有看到无秀编的身影,倒是根据《情圣爱》的剧组成员。 无秀编也是主出人之一,在扫悬无秀编的名字,就大光出现在录制的名单中的。 但这次的预告,仿佛当初参加录制的只有百百合三个人,可想来知无秀编是被辟掉了。 各个节目又是无秀编在银屏上消失全然不过节目播出效果,哪怕是将不灭病了? 画面衔接不断有要让它消失参与辟图的选手们,真的是上分苦心了。 观众们也开启了新的找茶游戏。 有网友表示,搞得我们都像福尔罗斯一样,在校区的王牌对王牌的播出,又将迎来网友们对于找茶游戏的升级,能否找出新的茶,无秀编对于这次世界。 小编感慨啊,这是史上第一个被情人搞得人事公开的演员啊,小编在此心疼风扰,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常见的,那么多人都能有事,怎么就无独无秀编被罢光了呢? 这只能说明,他还不够狠,是一个比较为陌陌的甚至是比较弱的人,被人抓住把点无可奈何,可能是超出了他承受的范围能力了,没有办法才会向机关寻求帮助。 不许多自己也在说,为你个人代价促进社会进步,思考如何认真准确地去处是利命,已经测知自己的错误。 依小编的观点,他,虽然在广德层面上出现了问题,但作为演员来说,游小编确实是不错的,他的作品也是得到观众的赞赏和认可的。 小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反省自己,能够知错就敢好好的对待交情,不让至今为止,还在支持他的粉丝失望,在以后的日子用最好的作品来冲荡自己的一点,在娱乐圈里足。